大家好,今天帶大家來到夏沙 畫面所見的這麼漂亮的商場是中洲灣 但我帶大家去吃東西的地方是位處於對面的車廟廟 這次帶大家去吃的菜式也是比較特別的 我自己基本上這麼大的兒子沒有試過這個菜系的菜式 就是雲南菜,餐廳的名字叫做木雲子 在氣候和地勢的原因,雲南那邊有很多種類的菌類 即是菇類,而我們這次要試的一個主角就是羊肚菌雞湯 非常非常正 這個湯令我驚喜的程度,對比上年底喝過的石橄欖雞煲的湯 還要高上大節 而它除了這個羊肚菌雞湯之外 還有很多其他特色的菜式 我覺得如果你試雲南菜,部分的一些特色菜一定要試一試 現在事不宜遲,我們先教一教大家 怎樣由夏沙站可以過來這個位處於車公廟這邊的 木雲子,雲南燒烤,野生群火鍋 好了,現在向左邊走,就可以去到車公廟那邊的一個美式區域 車公廟片區 你在夏沙站近B出口,不過就不是真的在B出口上去的 是有一條隧道可以直接通往KK1或者中洲灣那邊 你去到剛才的位置左轉,就直接去車公廟那邊的方向 經過一條隧道之後呢 這裡是崩海雲中心 左邊有上落田梯位,都可以去到 不過我會建議你,就這一邊 右手邊有個升降機 你在升降機這裡,直接踏上去地面 這樣就可以向著北面,可以去到的了 規劃路這樣計算 跟著呢,就... 這邊 前面見到 西安麵羽那個店 這裡呢,都是那些辦公的商廈來的 這間餐廳呢,在深圳做了12年的雲南菜 等同呢,香港可能你會聽過連香樓這些 在香港經營了很多年的茶樓的老品牌一樣 雲南菜的特色呢,就是一些食材好 山茅野菜,鮮花,野菌粉等這些 都是他們的上乘食材來的 亦都可以說是匯集了雲南的民族的特色消息 當然呢,今集的一個主角,也就是我主力推介的 就是黑松露,羊土菌燉雞 你看到這裡整條食街很熱鬧的 前方就已經見到木雲子 雲南燒烤,野生菌火鍋 看到了,木雲子 餐廳的地址我都會放在這條影片的下方 大家跟著地址去,很容易找到的 我們先讓大家看看這間餐廳的整體環境 其實呢,我覺得如果我們來到這裡 是想試一下雲南的菌類食品 這裡都有不少的選擇 另外提提大家 我們一陣子叫羊土菌的雞湯呢 其實是另外給了七十幾元 加了一個蟲蓉的 放蟲蓉下去,那個湯的味真的不得了 不過,加不加這個七十幾元的蟲蓉呢 看回你自己 據職員所說,就算不加 雞湯仍然是非常非常棒的 另外餐廳分了上下兩層 我們就選了上層坐 雞湯仍然是豆腐 豆腐 豆腐 哦 畫面所見就是這裡非常有名的烤豆腐 故事一會兒再說 好,這次我們就吃雲南菜 餐廳 木雲子 其實這裡也有兩間 這間就是以燒烤的主題 多一點 另外一邊就是雙霧,小炒等等 我們先看看 其實它無論是哪間也好 它有一個最主要的菜式 就是羊土菌燉雞 這個一定要配上它的湯 另外,剛才他們的人員跟我們說 這裡的豆腐也是很棒的 一定要用一個很天然的方法去吃 一會兒我就示範給大家看 另外這裡有一個很特色 大家報名人士可能會怕 它有不同的蟲蟲 叫做蟲蟲特工類 炸蟻、大柴蟲 我們一會兒都會試兩款 想知道我們試哪兩款呢 一會兒告訴大家吧 這裡有些雲南的特色燒烤 很有趣的 名字是檔氣回腸、爽口雞心 然後這個就是烏蒙山燒雲小玉串 名字改得挺有趣的 這裡還有的是蝦尼豬蹄 高原烤乾巴 這是不是羊肉、牛肉 然後有個烤魚 我們這次也有一個烤魚 這個就是它特色的石拼烤豆腐 看起來好像野生菌 然後就半隻雞 現在可以放下去 可以放下去 好 這個溫度很高 要近一點拍攝 那個是濕潤的 就是很新鮮很濕的感覺 濕潤呢 上次我買的那些 新鮮的節目都是 大家記得了 這份蟲蟲是新鮮 要另外點的 七十多元 但是呢 令到湯真的 味道真的更加 更加多的一個菌味 在裡面 我都以為是這樣子就可以熟 原來這裡有一點 第二個都來了 這個很特別 這個是金耳 金耳 木耳的近親 還有它是 其實現在是屬於似身形式 大家可以放心 它是培植出來的 不是野生的 嘩 就這樣看你猜不到是什麼呢 先拍近一點的紋理 它這裡的煮法 放了雞下去 是要足足等15分鐘 比一般的椰子雞 是等得來很多的 幫我們開開吧 麻煩 嘩 聞到一股 菌香 菌香味 那你吃一下湯 可以試一下湯 好啊 是啊 這個色澤就很棒了 哇 真是 雞味反而是 跟菌香味相比 噴上菌香味 好 放下就行了 我自己拿 湯你先試 好 剛才我都說了 菌香味是很厲害的 我都怕它熱得太厲害 好慢慢涼 熱度適中 很棒 油份也很厲害 但油份不是膩的那種 哇 這個湯 不一定 嘗試它的 蔥肉 很爽 是一些 優質的菇類 味覺的享受 湯 建議是要慢慢來 剛才我第一口 慢慢來 就不覺得很熱 但剛才剛剛 連同用 吞下去 湯有一點熱到 嘴 即是你不小心 或者太心急 肯定之後你吃到嘴 可能會變白了 傷了 好啦 我試一下 雞 看看是否嫩 我覺得應該不需要 蘸醬 嗯 很嫩 咬下去 它呢 還有那種 湯味 在雞裡 深入 嗯 我覺得 雞的質感 純粹說質感 不是味道 質感有些像椰子雞 那種 滾出來之後的質感 不過呢 注意一下 因為始終它滾著湯 可能到後面那些 雞會粗一點 這個正常 因為它滾久了 但現在剛剛好的話 就是比較嫩 你拍一下 挑戰 原來這麼大 對 對 低咕咬它 對 一會兒試一下 我先吃完這個 不要破壞這個味覺 先放下這個 對 放下 寶欣 這個鮮鮮的 椰子雞 對 非常好 他幫我們 好好服務 他幫我們 看看是否需要醬料 我知道 我知道 留下 但現在這一刻 我覺得很好吃 因為有湯味 對 對 要加就加 是 OK 湯實就太有味了 結果之後也不需要加 之後的烤魚也到了 我們就為我們點的食物 來一個大合照 我明白這個魚是怎樣 將這邊的肉 這樣翻出來 所以這裡就是整個位 嗯 湯蠟蠟蠟蠟蠟蠟蠟 真的很棒 不過我們就自費 再加了70多元的蟲蠟蠟蠟蠟蠟蠟 如果沒有蟲蠟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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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蠟�蠟蠟蠟�蠟�蠟��� 很香,它做的方法有少少辣,但不是真的影辣 魚肉的質感不是很嫩的,但它是燒出來有個香味 你看得到是新鮮魚肉的質感 一梳梳 吃得到的,因為它是藍肉的位置,也有少許油分 人工配植的是雲耳的粉,金耳 要點芥末,好像刺身一樣 刺身的雲耳 很特別,質感好像在吃魚肉,刺身魚肉 是冰涼的,當然,實際味道不是魚肉的 肯定的,只不過它剛才,可能又點了這種日式的醬油 它剛才覺得質感好像魚生一樣,放入口 在這裏應該是吃一些雲南菜特別的 我覺得這個也是很值得一試的 這個有少少拌起的玩法 這裡有多少個配菜 其實它自己有少少餡料,在底部 我把它拌起,應該是香辣油來的 這裏應該什麼都有一點的 涼涼的,少少有彈性 它不是很彈的那種米線的質感 少少辣 因為現在的味道是少少辣的 如果你要濃味少少的話 我試一下一點 看看它會否油膩多了 其實這個味道不是很辣 但是濕潤了 我覺得如果你問我,我會加一點 因為濕潤一點,質感會比較好 雖然味道不是很大 你容易入口一點 我試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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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烤豆腐 他們的特色 真的有故事 製作的時候,它會用甜的 當地甜的水 天然水 然後它碟 就是用酸的水 這裏就有故事 酸水 有甜的 有酸的 反正在雲南這一邊 有天然的酸水和甜水 在豆腐的製作過程中 就混合了這兩種的泉水 餐廳經理說 我們知道傳統食法 就是用手撕開它 再沾醬 再黏在一起吃 我試一下 這個 它說要用手撕開它 很熱 很熱 不行就不要來 可以可以 反而撕開它 裡面很熱 很熱 但裡面是鬆軟 很熱 接著它說要黏在一起 對 很熱 但這麼熱 那邊的口口也有些什麼 不還好 不還好 很特別 裡面很軟軟 本來它有泡豆腐發酵味 現在兩種醬 一種辣的 一種是苦乳的那種 一種是苦乳的那種 口感很多層次 很多味覺的衝擊 而且還是要注意 因為最後那一刻真的很熱 但乾到入口就還好 還好 我幫我 很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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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本來是喜歡吃菇 雞也喜歡吃 廣東也喜歡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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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看 這一段我出不出 最後一段影片出不出 因為上星期我們試過魚肉 我不說什麼魚肉 總之魚肉不錯 但是湯大家都知道 沒有什麼味道 這裡真的喝回一個很棒的湯 令你很有期待 很有滿足感的湯 哇 很嫩 這個雞 咬到什麼 這四季椰林 都沒有腦感的 雞 可能是 這個肝的味道 整個肝的味道 整個肝的味道 都缺了 在這麼久 嗯 我剛才問我 這隻雞 是手地雞 我沒有說是蘭香雞 對 它很響味 沒錯 最多的呢? 嗦嗦嗦 口感呢 這個甜點要清掉 不是開玩笑 給大家看看 其實我個人會用這個雞湯 這個羊口菌雞湯 我會用經驗去形容它的味道 這個不知道是什麼來的 黑色的 但我都知道是菌類 我都叫不出了 但吃下去呢 金碟金碟 大家拿那個金碟去嘗嘗嘗嘗嘗 就要小心了 大家看我的表情 你會排天後刺水必點的 這個呢 嘩 嘗嘗 很近的 金碟是沒問題的 純粹是芥末的醬油 它可能某些部分多了芥末 所以令到我真的 剛才那一刻真的很重 鼻完全被搶傷了 他拍到我真實表情 yeux 到尾段 Samson推介了這顆 叫做水性羊花 雖然女性聽起來好像怪怪的 為什麼這個菜名叫做其免 我相信不是 純粹剛巧叫水性羊花 也沒什麼故事和寓意 叫什麼好特別 水性羊花 Samson在雲南試過 我沒有試過 現在 嘩好可愛 這個花仔 我那時候在雲南吃小菜 他說炒的 這些雲南特色的菌或者菜 其實按經理所說是空運過到這邊 而它要運到香港是很難的 因為這一類型的菜等等 你的布批是非常困難的 但是沒有我們自己吃開的菜裡面 沒有一種好像頭像連著花那種 沒有這種型的 所以來到這間餐廳 我建議大家多點它的菜和菌類 Hello 吃得很飽 這餐我會認為楊寶品的雞湯是很便宜的 我相信你剛才有半隻 如果你是一隻的話你應該三十分 在剛才我們的菜式裡面 你再加一至兩個 你自己選吧 那我覺得應該可以的 譬如說魚也很豐富的 那種最特別是金魚 金魚是木魚的親戚 就是這樣 但是剛才刺身這樣吃 味道好像在吃 真的是魚生這種刺身的質感 那我覺得這間絕對可以介 我亦都相信我之後會在家裡 試一試這個羊肚菌雞湯 這間雞湯 提回雞湯的價錢 如果像我們點那個 黑松露羊肚菌燉雞 是158元 另外我們加了這個 這個松露七十幾元 若然不需要黑松露的 一百三十幾元就可以了 如果人多的 記得叫一隻 因為一隻都只是多幾十元 最後他們的店員也拿了一份水果給我們 今集介紹這個 車公廟的木雲子 大概到這裡了 有什麼要發表歡迎留言說說 當你以為影片完結的時候 其實還沒有 我們還要找數 吃蟲 我不知道有沒有觀眾想看 蟲蟲大作戰 吃蟲蟲大作戰 我不知道原來這麼大條 我以為是小小條 我以前在天津見過人家小小條 不要理了 試一下 手指尾屈折 好啦 我人生第一次吃這麼大條蟲 入球應該不能吃 蜜蜜蜜我吃過 先學你 我先試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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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2 3 質感上沒有什麼 你不要當它是一條蟲 我吃光了 外面脆 裡面 有一點吃粉腸的感覺 有點粉粉的 我現在在想一下 質感 味道 還會有 我後來我想起 其實是像洋蔥圈 裡面有點鬆鬆的 是一條蟲蟲 有色重部分 我們故意放在片尾中的片尾 擔心有些人不想看 沒什麼特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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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少少蟲蟲那種食物 你不要想它是蟲 你當它是某一些東西 重蟲呢 那種 斬物真的很豐富 對 這個是真的 我吃兩個炸蟹 你要不要 比較容易噴一點 看清楚一點 不是這樣 你會這樣做嗎 嘗試炸蟹吧 好 你是舒服嗎 你試試嗎 不行 炸蟹真的不行 來了 蟲呢 我都還算可以放進口 炸蟹這麼大隻 那些昆蟲腳 我只會接受 不行也不要勉強 一兩隻 很爽脆 很甘甜 其實我記憶中 蟲的定價不是便宜的 不便宜的 剛才那條十幾元 對呀十三元 如果白色那條 那條 大家想試一試試 如果你說好吃 或者是真的 真的有些味道 這個才是好吃的 那麼甜 對呀 這個蟹比較好吃 對呀 我以前在北方 應酬 接著我們那位是女士 你也認識的 然後她是叫蜜蜂 和剛才那種蟲 的迷你版 今場都 我的上司 就選擇吃蟲 我和另一位女同事 就吃蜜蜂 很小顆 蜜蜂其實挺好吃的 我試了一兩顆 好像那些 這叫什麼呢 蕉鹽 即是你當蕉鹽了 一顆小顆的 對呀 一入口就用化了 對呀 很脆 你吃得快 我以為你吃了三隻 應酬一下 好 給點掌聲 好 大家如果都想吃蟲 不是 是想吃這個羊肚菌燉雞 即是雞湯的話 記得這一間的木雲子 他那個雞湯我極度極度推介 我一定會帶家人去試 因為真的非常棒 我相信我兒子和太太都會非常喜歡 今集內容來到這裡 下條影片再見 大灣區自住投資哪裡好 找自家兄弟幫忙 無論是市場熱話 熱賣靚盤 獨家折扣 我們都第一時間通知你 自家大灣區VIP看樓安排 專車接送為你服務 快點來我們展銷廳了解一下 追求美好生活 灣區首選自家兄弟 如果還未訂閱我們自家兄弟頻道 可以現在訂閱按旁邊的鈴鐺 那就不會錯過我們任何的影片 下條影片見 拜拜